大家好,又是星星 星星,有些同事在鄉下帶了一隻鵝 叫我幫忙斬一斬,他就自己回來炆 這隻鵝其實是浸熟的 這類型的鵝,這個羹羊是相當好吃的 今天大家分享一下怎樣斬,開火怎樣斬 首先我們先把鵝開出來 把腳斬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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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把腳斬出來 把腳斬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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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可以一起吃 這隻鵝是其他師傅會去炆 我幫忙斬一下 我會把腳斬出來 把腳斬出來 拿來炆涼 把腳斬出來 先把腳斬出來 你一個隻鵝也变得很熟 所以到時候,開一隻鵝很小 對我來說就是鵝可供 把鱼刀剪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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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鱼刀剪掉 是我们业界的一项很专业的用具 主要是保护鱼刀剪掉 把鱼刀剪掉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有什么防护工具 如果在家里斩的东西,最重要的事情 完成了 这只鵝已经斩好了,明天就不会真的炆了 好像说是炆梅子 让师傅炆完后,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会拿一些炆梅瓜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大家在家里用刀,要小心 刀工的东西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炆好鵝,我再拍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